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詐騙的妝容 叫尾素顏妝 當然還要搭配一個很心機的髮型叫睡不行頭 那這兩個很詐騙的妝髮 有什麼技巧需要注意的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尾素顏的重點呢 就是要讓皮膚看起來的妝感是非常的輕透 所以在妝前保養上一定要使用比較 不用滋潤但是一定要保濕型的一個產品 那盡量不要使用到凝膠狀的或者是含油量比較高的霜妝類 因為這樣很容易讓之後的妝感不服貼 上完底妝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檢視你的皮膚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需要去遮瑕和遮蓋 先使用了每部專用的遮瑕棒 在摻雜保濕的一個粉底液 那像我就是淚勾黑眼圈還有鼻子有一些泛紅的地方 還有下巴呢有一些痘疤需要去遮蓋它 那像雀斑這種小小的小小的瑕疵 其實可以不用特別去遮蓋它 因為一遮蓋的話整臉就會有很厚的一個遮瑕膏 這樣子妝容就容易看起來非常的厚重 那在上粉底之前呢我會先上腮紅 那腮紅我這次不會用粉狀的 而是用紅紅來替代 那你就可以先上在先畫一筆 在全部的位置 一紅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再用手指把它點開 等一下還要再上一層粉 粉底上去 然後呢 塑顏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保留我們這邊的一個C型 C型光環還有T字部位的一個光點處 所以一定會使用到的就是 氣墊粉餅 氣墊粉餅本身就是均勻膚色的作用 然後又讓皮膚有一個很自然的光澤感 所以當如果你用氣墊粉餅上全臉 你就可以保持全臉的一個光澤以外呢 又不會讓人看起來有一種很厚重的感覺 會比一般我們在使用粉底液 或者是粉底霜上全臉更自然 眼周很容易乾燥然後卡粉 即使是用氣墊粉餅也會 所以我還是會再上一個眼周的蜜粉 來做一個很簡單的定妝 再來呢 眉毛是一定要畫的 雖然是微素顏 是讓人看起來以為是素顏 可是眉毛可以增加五官的立體 只用這個眼影替代眉粉 它是偏紅棕色 我會填滿整個眉毛的空隙 那因為它的顏色是比較淡的 所以可以很放輕的上 我也會帶到 但是因為是微素顏 所以在眉毛的輪廓 我就不會特別去把它描繪出來 填滿之後呢 我還是會偷偷做一個修容 偷偷上一點點陰影再上一根陰影 那鼻頭的部分也是一樣 輕輕的刷上顏色 再用手指把它推開 那假如我真的不小心 把顏色塗得太深太厚的時候 沒有關係 你可以沾取那個一點點的粉餅 用刷子沾取粉餅 然後輕輕的掃在上面 修正那個顏色 讓它不要那麼深 金的部分 眼睛的話呢 我這次會使用咖啡色眼線膠鼻 那...睫毛的縫氣我也會填滿 用點壓的方式去填滿它 靈隱的深咖啡色 去把睫毛中央的縫隙去填滿它 然後最後就是唇妝的部分 唇妝呢我就會使用這個 它是一個變色的護唇膏 玫瑰粉的顏色 會醒頭的重點是用藍的捲度 所以使用電棒的角度是這次的關鍵 手指分出分線 將劉海剝齊在髮根的地方 噴上乾洗髮 加強髮根的蓬鬆感 再來將頭髮分區 現在要夾捲內層的頭髮 從頭髮的中段往外捲 電棒要與下巴平行 這樣子捲出來的捲度 會比較慵懶、自然 髮尾停留的時間不用太久 然後放下來之後就可以看到一個很自然的弧度 再把上層的頭髮往下放 兩側與後腦梢再分成兩區 那靠近臉的部分一定要往外捲 才會慵懶、自然 那其他部分呢 你想要往內還是往外都可以喔 一定要記得電棒要平行下巴 最後你再把那個頭髮用直腹剝開 然後髮精線的地方拿一撮塞到耳後 可以製造瀏海的一個空氣感 最後捲度再用定型液稍微固定一下 然後這個髮型就完成囉 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加入粉絲團喔 掰掰